修自选产后首次回应病情,听到女神的声音,网友直呼心疼到流泪,生孩子对于很多产后妈妈来说最大的感慨就是,绕回门关转了一圈才回来,母爱是伟大的,为了爱的传递,不惜冒生命危险怀孕生子,修自选儿童节生下宝宝后,由于产后症软,导致肌肉性肺炎,被送进重症间护士,正让粉丝们都替他捏倒汗。 担心不已,终于经过了一个月调养后,又面色红润,美美的出现在大家视野里,他在视频中向大家报平安,表示让大家担心很抱歉,自己已经当妈妈了,看到大家的支持,祝福和鼓励自己非常感动,请大家不要担心,又大家,老公和儿子,自己非常幸福,那完全恢复好了,会回来中国见大家。 整个过程,修自选一直面带微笑,看上去气色红润,但从他的生意能想象到当时情况有多危机,由于吸入性肺炎,很可能做了辅助呼吸。 网友注意到他脖子上的围巾和沙哑的生意,纷纷表示心疼和担心,希望他能早点恢复健康。 他老公与小光在评论里回应修辞是,我对你温柔以待,他吃了太多苦,生孩子太不容易了,都期望你们一家人永远幸福。 做母亲太不容易了,经历孕期各种身体不适,分娩时的实际阵痛和各种生命风险,产入期的各种身心理变化不适,请教人们给产后妈妈更多一些理解,包容和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